哈囉,大家好,我是民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要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今天來講講什麼呢 來講講非常多朋友喜歡問老師的一些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 老師,我請供音牌要注意哪些東西 那老師之前有拍過這個音牌快速成願 你必須要知道的五件事情 那今天老師也針對你請供音牌 所以必須要知道的五件事情 簡單的做個整理 那當然拍影片希望大家 凡事請供前多看、多聽、多研究、多比較 千萬不要請供之後 永遠都一問三不知又來找老師 老師真的也蠻多事情要處理的 沒有辦法每天再幫人家做售貨服務好不好 那相信聰明的朋友們 請供前一定要把握自己的權力 多多了解一點 那老師今天針對音牌的部分 跟大家來簡單的講解一下好不好 那我相信音牌定義 老師就不用特別多說了 音牌定義就是有靈魂、鬼靈 我們就稱為音牌好不好 最簡單的這個模式 那老師告訴你們 請供音牌第一件事情其實最需要重要 而非常多人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的部分 就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你請供音牌的時候 他的精、聲就是他的模子 他的這東西是不能損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以正牌來講 他如果損壞到一定程度 神靈不會在裡面 那如果是音牌損壞到一定程度 可能師父下的封印會失去效果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的音牌鬼靈 會有反思的作用 他說我都沒有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但為什麼出事 第一個可能是師父法力不夠 第二個可能是你牌本身有破損受傷 導致這個封印出現的問題 或者是原本的靈離開了外靈入侵 所以如果你的音牌本身有受傷或幹嘛 請你務必一定要找師父或是專業人士去評估 這個音牌這個牌到底還能不能供 才不會避免說原本的靈已經離開了 或者是他上面經文 甚至於他壓的一些服務館等等東西 或許是鎮壓或是安撫這個鬼靈的 他已經失去了功用 然後你又供的很開心 那後面就會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因為很多朋友不了解這個小細節 老師一樣把它列為五個重點之一 跟你們說一下 所以請供前請你務必的了解 這個音牌的精神是否完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請供的時候 請你務必了解這個鬼的特性 什麼叫鬼的特性 譬如說它是耳爆鬼 耳爆鬼的效果是什麼東西 它是派燙鬼 派燙鬼的效果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它是樹精鬼 它是怎麼樣特色或是魅鬼 古曼 大靈 冰靈 請你們務必要了解它的功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些鬼的功能性 可能是幫助於感情的 你每天找他求財 效果自然就不會好 或者是求財的 你每天求他去做這種感情的東西 那效果一定不會好 所以第二件事情非常多的朋友 不了解這個鬼的功能性 他就到處去請啊 請了一堆說 奇怪啊 老師我怎麼都沒有發財啊 或是請了一堆是什麼派燙啊 等等之類說 為什麼我感情不順呢 因為那不是他的專科好嗎 所以親愛的朋友 請供前 第二件事情就必須要了解 這個鬼 它的重點性是什麼 不然請回來之後 相信我你也一定會很尷尬 好不好 那第三件事情 我認為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市面上非常少人在 講這件事情 那老師一樣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鬼 本身有沒有強大的怨恨之力 什麼叫怨恨之力 就是早期有一些 例如什麼女學生自殺牌啊 一些什麼 跳樓的死牌等等之類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說耳聞 那為什麼他很重要 因為如果譬如說這個女學生 當初 譬如說她是因為懷孕 被甩掉 然後想不開 去自殺 而怨氣很重 於是這些高增大德 把她收編變成鷹牌 讓她有機會重新度化等等之類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她為了感情 她可以不要命了 所以有些人養鷹牌 可能今天是為了要桃花多多 為了要感情豐富等等 但是 如果你遇到這系列鷹牌 千萬記得 如果他今天 非常痛恨不專情的人 因為他當初就遇到這件事情 願力擊中無比 他可能願意幫你賺錢 他可能願意幫你 一個對象的和和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忠 小心 他就會反噬 你怎麼做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 他就是恨這樣子的人 而去 跳樓自殺 連命都不要啦 那你又做這件事情給他 那他肯定找你拼命 但是好處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系列的鬼啊 如果你很專情 你可以順便度化他 讓他知道這世界上也是有 專情的人 好人 那他會加倍努力的協助你 幫助你成願 讓你順順利利更好哦 這點非常重要 如果你今天找到的是那種 有故事的鬼靈 一定要記得他的故事 然後千萬不要去碰觸 他這面牌的禁忌 好不好 我相信講這樣 應該大家就很明白了 就不用再去說太多了 好來 第四件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好好供養 這個鬼牌 那我相信市面上有很多的 俗稱的牌商 都說不用養啊 放著就好啊 不用幹嘛等等之類的 其實這個鬼啊 他真的沒有欠你 你今天他 你請供他啊 你今天又不養他 又不做功德給他 隨隨便就要辦他成願 這就像是 你去上班 你去工作 你又沒欠老闆 老闆又不發薪水給你 也不給你飯吃 你有可能不造反嗎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要請這個鬼靈的牌啊 你如果不能供飯菜 你也不能做煙供 你也不能用替他的方法做布施等等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養了 老師自己的實際案例 有非常多的人就是養了一堆 然後說也不能供飯菜 也不能煙供 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說鬼亂他啊 等等什麼之類的 然後 他再來問我要怎麼辦 我說這很正常啊 人家來幫你對不對 等於拿你家上班 你又不給人家飯吃 又不給人家發薪水 這肯定會出事情的 所以在請供之前 你必須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環境 能不能供飯菜 或是做煙供 或是怎麼樣 那絕對不要相信 什麼叫做不供都沒有關係 那你有可能上班不領薪水嗎 如果你可以 那或許有可能有這麼好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不大有可能 因為這些鬼靈啊 他其實是帶這些願力來的 他今天是希望可以累積更多的功德 他還是想要投胎的啊 就像你今天這麼努力的上班 這麼努力的賺錢 就是因為希望有一天 可以不用上班工作 每天在家裡面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來去累積這些願力跟功德 你今天不給他飯吃 不做功德給他 他根本不可能跟你相安無事 因為他沒幫你欺負好嗎 請大家思維務必要正確 不然肯定會惹出事情來的好嗎 最後一個第五件事情 我認為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今天情音牌 養鬼這些等等的東西 請問你家裡面有沒有佛祖 或者是一些可以控靈的辱事 等等之類的呢 那這時候大家一定很好 好好奇說 這有什麼彎連呢 有些人就說 那我的牌很強 我很多大鬼等等 什麼之類的 不可以嗎 老實跟你說 不行 必須要有一個祖尊在家裡 作證 可能是虎頭如是 或者是佛祖都好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天萬不幸 你不知道怎麼惹怒他 有可能反噬的時候 有佛祖在你的背後 保護你 講說真經話 至少不會玩出人命 那我相信這時候又有一些朋友會說 老師我的鬼很乖啊 他絕對不會出問題啊 哪個牌商說他的鬼 完全不需要擔心這些事情的 但是老師要說的東西 這是一個保險的概念 怎麼說呢 就像很多跑車 藍寶接你 保時捷 性能好 安全家 那我問你喔 那要不要設安全氣囊 為什麼車子那麼好的車子 還是要安全氣囊 因為有一天萬不幸撞到 還是有可能嘛 那你今天有一尊佛祖在 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佛教徒嘛 歸佛 歸法 歸真 讓這個鬼有所可以歸 第二件事情 在有什麼危險的時候 供佛贈助他 避免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第三 如果有什麼事情 佛祖也會幫你說個好話 避免他們太猖狂 懂我意思嗎 他其實真的是 供佛的好處多多 所以 第五件事情 強烈建議 一定要有個護法神 或是佛祖跟你去作證 才避免一些 不必要發生的事情 了解嗎 來老師一樣 重複這五條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很了解的 檢查清楚 今生有沒有損壞 如果損壞的話 一定要了解 有沒有關於到封印 以及靈體 會不會跑掉 第二件事情 就是這鬼的特性 到底是做什麼 有沒有符合你的願無望 就像車子一樣 有很多性能 有些是跑很快的 有些是負重的 有些是爬山射水的 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 這鬼本身有沒有怨恨之力 避免說 其實你帶的是想要去把妹的 結果你搭一個超專情的鬼 哇靠啊 他真的跟你玩不玩 你真的懂嗎 第四件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好好的供養這個鬼 就像我今天很想要請工作人員 請小編 那你有沒有辦法付合理的薪水給人家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你就要量力而為 那第五件事情 就是需要有一個佛祖在你身後 保護你了解嗎 那以上這一篇 最重要還是希望讓大家了解 你在請共同過程中 一定要很了解 你請的這個鬼靈 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 千萬不要請了之後 什麼都不知道 鬧鬼之後 就只會敲老師救救我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惹他什麼東西 好不好 那一樣 有喜歡老師這片的朋友 一樣請幫老師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 好不好 OK 掰掰 掰掰